那么今天傍晚第33届中国电影经济奖的红毯仪式也在厦门海峡大剧院南策广场进行 有近300位知名电影人代表在媒体和影迷的关注中踏上红毯步入中国电影的梦想之城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本届经济奖红毯仪式的现场 那么在我身后源源不断走出的都是即将参加颁奖典礼的明星代表 由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刘德华 邓超 谢霆锋 易阳迁徙 周冬瑜等 他们都将在红毯上陆续展现自己的风采 而像影片《中国机长 白云之下 夺冠少年的你》等等的剧组也将在红毯上出现 并且接受媒体的采访为他们的影片宣传造势 同时也为中国的电影《鼓劲加油》 厦门的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用闽南话和大家问候 我爱金贵 每年电影人到厦门来齐聚 金鸡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像电影人的节日一样 所以今天其实就是来过节的 今年第一次走上金鸡奖的红毯 特别特别的激动 然后特别特别的兴奋 让我们掌声也得重来一次好吗 这就是带着故事带着电影人从影片走出来的这种视角和今天的所有现场的朋友们一起见面 那现在我们看到踏上红毯的就是我们入选2020年度电影频道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的成员们 让我们欢迎 我觉得这一次我看到很多很多就是从投资啊 从剧本啊 或者是那些报应上面的人 大家的表现都非常投入 我们一起发现电影 也发现电影的未来在这里 感谢观看